新住民朋友拿着身份证件 在选务人员的引导下 依序领取选票 走到圈票处盖章 投下最神圣的一票 虽然是模拟投票 但透过实际的操作 新住民朋友们都觉得很有帮助 不要带手机 还有遵守现场的 就是指导员的 他们讲的 这是项目这样子 今天是很开心 就能学到很多 因为现在规定比较多 上课在这里 对我们比较会帮助 算是很好的 跟我们台国选举是一样的 在投票的过程当中 投票日一定要带身份证 然后带投票通知单 还有带印章 没有带投票通知单跟印章 还是可以领票 但身份证是必备的 还有就是说 今年选办法修法了以后 针对有监护宣告的 以前是不能投票 今年是可以投票了 明年1月13号 将举行总统及立委选举 南投县选举委员会 以及移民署南投服务站 共同举办新住民模拟投票体验活动 让新住民朋友了解 如何行使投票权 同时除了宣导反会选之外 也教导正确的投票方式 当日凌晨 就12点过后以后就开始算 然后要叫他们要很小心 尤其是很多年轻朋友喜欢在用FB 或者是LINE去转贴人家的贴文 或者贴图 如果说他有助选的字眼的话 那一天就处罚了 所以就要特别说 那个对于助选这个投票日是不可以 县政府表示 明年将举办公职人员选举 而县府特别重视新住民的相关权利 希望新住民朋友 透过模拟投票体验活动 事先熟悉投票流程 同时也鼓励新住民朋友们 届时踊跃出来投票 记者简月龙南投市采访报道